第四季 王军 第四季 那咱们要不要 跟那比武一样 牵得很苦多 好 就听你的 把枪给我 把这个目的枪给他 接着 弟兄们 跟我上 走 我再来说说咱们独立团啊 咱们的部队呢 组织纪里现在也由于盘散沙 根本就捏不到一块去 这怎么跟武创到牙齿的 日本正规军作战呢 来 挂当小鬼子 白刀计 胡刀处 来 妈了个妈子 也都像你们几个这样 上了战场 肯定死定了 看我的 上 上 上 他妈的 你小子跟我玩 那 弟兄们 跟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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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 你 懂如何 这些怎么来的 说 这不信 行 你把速刀练好再说 同志们 平时训练多流汗 战时少流血 对不对 对 大点伤 对 天不见 对 继续训 吴小凤 你要是困了呢 就回去睡 回头我给你补课 政委 你怎么来了 来 坐 好 你个大忙人 还有空来听课呀 我喜欢怎么了 我跟你一样 我也喜欢听 是吗 听得懂吗 当然听得懂啊 大老爷就听到你打呼噜了 赵政委 我有个问题 你说 为什么叫八路君啊 怎么不叫九路十路呢 八路君的全称呢 行了 小凤 你别瞎表现了啊 还是打你的磕水吧 不困 我跟你说啊 小凤 这捆绑夫妻啊 捆得了人 捆不了人心 捆不了人心 没用 人家呀 根本就不把你放在眼里 谁说捆不住了 张鲁亦天赋地赢了这女的 到时候让她对我服服帖帖 国民革命军 第十八级团军 跟新四军一样 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人家 你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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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的不多了 我下山再给你弄点 三弟 这刚担付完了纪律 不能随便下山啊 而且还是我亲自卷渡的 大可 你还真被他们管住了 这没办法呀 咱们既然随了人家 这面子上的活还得做 再说 这也是为了独立完好 对了三年 你去告诉二弟 让他那些沾坏热撒的毛病 得忍一忍了 这八路径将就的是 三大纪律八项主义 对男女关系的问题 管得很严 别让他往枪口上中 大哥 自古以来劝赌不劝嫖 劝嫖两不交 你说他能挺我的吗 就为了那个唱戏的班主小彩莲 他已经下手好几回了 你去问问他 看他这个小命还要不要 大哥 没那么心火 别多说了 快把这东西给我收拾 大哥 这独立团是谁的 是你的呀 当谁加入八路军的时候 你就说 不是你加入了八路军 而是独立团军的 现在你怎么跟他这样啊 咱一群大独立团 凭什么让赵思千一个娘们管着 这还失礼着谷家军吗 纪律 八路军执行纪律 可不能管着谁 你也得当心 哦 大哥 今儿兄弟就跟你说句心里话 说吧 兄弟我这是关其者情 你别再骗自己了 你已经掉进漩涡了 那又怎么了 没事 大哥你走到哪儿我跟你到哪儿 我没傻 但是你自个儿心里得明白 三弟 大哥心里明白 我倒要看一看 谁能把我怎么样 谁敢把咱们的人怎么样 我借他个胆 全团都在搞大练兵 我唯独批准你在屋里搞实验 我为的是什么 我就是希望你能搞出点名堂来 接下来 我们要对大摇山到同江的铁路 实施破席战 你必须要研制出体积小 威力大的炸弹来 放心 没问题 炸弹我已经研制得差不多了 今天让你来 是让你见证奇迹的 看好了 不都说水火不相容吗 这也太神奇了 其实啊 很简单 把那放入水中 这水上跳动的火苗也就有了 怎么样 好看吗 嗯 好看 有什么好看吗 对啊 我就想啊 对啊 真的啊 睁大眼看着啊 可不许逃跑了啊 好了 看吧 我 怎么样 又好看又好闻吧 跟你开玩笑的 那么不湿道 这样吧 你把脸去洗洗 我送你一个惊喜 洗洗洗洗 愁死了 洗完了 来 给你一个惊喜 来呀 这回骗你是小狗 看着啊 送你一朵祥云 真的有祥云啊 怎么样 满意了吧 谢谢你 帽子陪我炸战斗 知道就好 我还陪你炸我们家的演练场呢 我也知道 小枫啊 以前我不觉得 但是炸完煽动之后 我觉得你这个人还行 但我还是那句话 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 我还是把你当妹妹吧 小心又碎了 小心又碎了 你 你不知道 我们这儿有个规矩 拜了堂就定了 我就不能再嫁给别人了 这辈子我只能跟你了 你 谢谢你的湘云 你讹上我了呀 对啊 我讹上你了 这辈子你跑不了了 顾晓风 走 刺大 是什么人 镇上唐山烙子班班主 小彩链 这些日子 武振堂那败马的兄弟段江龙 经常下山 三天两条找他去 王赵龙是那个毒匪吗 是 次长英明 这独立团内部 什么人都有 这段江龙虽然进了独立团 可他以前寻花问柳那毛病呢 是一直没改 西班班 是上回荷叶派人前赴进去的 那个西班啊 是 他的脑袋怎么啦 我也不知道 这这这命贱 也不得什么病 就怕见光 一见了光 就就跟你神经病似的 哎呦 我这一路往没办法 只能给他掏上 他就会遇到他 不会再遇到了 你别扯了 我去看健康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因为你的美女 但你 parallel 受伤 受伤 你哪里受伤了 好像是腰椎那个地方 对 Problem 人龙大 刺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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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好 孟静寒 好 怎么样 好 训练得还像个模样吧 还凑合 好 你怎么就那么不舍得夸人啊 好 政治教育 军事训练 已经逐渐步入正轨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纪律问题 与段江龙为首的二营 四字下山 抽大烟 你知道人们都叫他们什么吗 双枪队 既然要严整军纪 那么这抽大烟的事 你应该管一管吧 你说是吧 是 但是法不责重啊 既然这是个普遍现象 你得让他们慢慢来吧 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吧 我也这么想的 可是现在情势不允许 战争会越来越残酷 这环境会越来越艰苦 这人们鬼子 一旦掌握了这烟草的来源 这危险就像套在我们脖子上的 缰绳一样 越来越紧哪 上梁不正下梁歪 你是一团支掌 我希望你能做一个正确的表述 既然你已经发现了 我也告诉你 我正在接 好 我相信你 有时间跟段亿展好好聊一聊 如果在四次下山被我抓到的话 我一律按经济处置 是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打赏支持明镜 与点点栏目 我相信你 你会不会别人 我相信你 人要自己就会 假扰 你 微信 那 你 actionable s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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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伟 我有意见啊 你说 参谋长呢 凭什么我们大家都在练他不练啊 对吗 你想在他面前显示下你的想法呀 不是 我是觉得 你们两个人还在闹别扭呢 我哪有那么小气啊 我就是觉得他不能搞特殊 晓风 为什么前几天我们被鬼子包了饺子 董海文能够带咱们成功突围 化险为夷 这说明他呀有独特超人的战绩 以后我们还要炸铁路 炸火车 粉碎敌人的运输线 这需要各种各样的爆破 还有 我们还要进城 钻进敌人的老窝 把他们搅到天翻地覆 这更需要体积小威力大的炸弹 我们独立团可以少几个神枪手 但是绝不能少像董海文这样的爆破专家 专家 对 整个季中平原的八路军 能称得上爆破专家的也没有几个 所以晓风 你就让他研究研究吧 好 大哥 大哥 咱们活儿丢了 二哥不见了 都在训练场 不在啊 走 你干嘛呀你 都跟你说了 班主不见了 西班早就关门了 你这个人怎么就 你耍什么蒙我 咱哪去了 我也不知道啊 段当家的我求你了 你快走吧 这里不安全 老子不怕不安全呢 没事 你不怕我还怕呢 开门 看你样子来的 开门 妈个臭丫子片子 他妈的来的 我告诉你老子还得来 西班得大人 ค伍lers 怪似你 memorized怪我 téい 快不见我 你吗 等她 他anne 我的小美人 这跟小彩猎也不像上下 来吧 小美人 这玩玩 小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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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医长 你要干什么 怎么着 穿衣带帽各有所好 老子就耗这个 你管得着吗 这是拿路军 不是土匪屋 不允许任何人胡作非为 小美人 你放心 我一定会派人心去回去的 小枫 你先把她带出去 找个房间安装一下 洗洗道道歉 让她住在什么地方 一定会送回去 看那边洗瓶的肉的样子 肯定是哪家的交据不及 我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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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医长 独立团什么规矩 你应该知道 你说吧怎么办 怎么着 你还能拿墙崩落吗 你以为我们不敢吗 来人 走 把他混蛋给我绑了 是 是 住手 条件不好 你就凑合一晚上吧 坐 坐 你家住哪儿啊 你家住哪儿啊 我问你话呢 我知道你吓坏了 我们不是坏人 段当家的 他就那个臭毛病 我们一定会把你平安地送回家的 不会动你娇小姐一根手指头 我说 我问你话你怎么就不知道说 就 你哑了你 你真是哑巴 你下山了 你在这儿待着啊 别动啊 待着 下了 私自下山违反军纪 你 你想过没有 大哥 别军纪不军纪了 我这套命都是你给的 你说怎么办吧 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大哥 二哥跟你打鬼的冲冲陷阵 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他是厨房 你这回饶了他 郑伟啊 咱刚入八路军 不懂得规矩 你说 私自下山 该入海府边 是 按理说 八路军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力有规定 一切行动厅指挥 不准调戏妇女 段银长没经允许私自下山 强抢强奸妇女 这已经违反了两条 团长 您是团长 该怎么办您自己掂门 村长 你什么意思 我 我同意政委的意见 政委 参谋长 二弟 刚才政委 参谋长副团长 都已经发话了 咱们入了八路军 就得守人家的规矩 你私自下山 必须严肃处理 绝不含糊 我命令 队断将龙 走打三十几棍 哥 团长 你这么做的话 可是护自己兄弟断 我短狗 你还这样一枪毙了我二哥呀 不是我想 那是我们八路军的记录 怎么 我在独立团 说话不算数吗 团长 你要是这么做的话 是难以服众 难以服众 你们哪个不服 大哥 我 用不着为了我 看他们的脸色 老子不干了 我跟你娘子没劲 在哪儿不是打鬼子 打不了 我还回双湖山 逍遥自在去 弟兄们 你要是还念我段江龙的情分 拿着枪 跟我走 站住 段医长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女装 不是散兵有勇 也不是草扣毛贼 必须要有铁的纪律 你就是有钢的纪律 老子也不干了 走 段医长 我们独立团走到今天可不容易 光清风口一战 就死了几百号弟兄 你今天要带着弟兄们出去搞分裂 我不答应 在场的弟兄也不会答应 我不想对自己的人动强 你别逼我 二零 就三十大板 好 团长说三十大板就三十大板 犯了错就要接受惩罚 大哥的话我听 打吧 三弟来来来 你来出去你来出去 大哥 我 我来 好啊 许冰三 你来 你断爷爷我 受得起 来 对 这就是我们八路军的记录 我 我 我 你 我 哎呀 哎呀 哎呀哦 哎呀 哎呀 哼 当年在双虎山 我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这他娘当了八路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还当了我的弟兄 打我的板子 你说让我段江龙这脸面 往哪搁呀 我要不是看在大哥的份上 我他娘子早就跟他们翻了 哎呀 二弟啊 八路军有他的纪律 狗屁纪律 大哥 你就是太难忍了 你说咱们啥时候听过别人的 他们炸了你的冶炼茶 现在又拿你的弟兄开刀 他们 他们也拿你的团长太不大回事了 这哪像咱们大摇山的队伍 他们眼里根本就没你这个团长 大哥 二哥这话他有点糙 但也是大实话 行了 你就别多说了 大哥 您这可真是 冲冠一怒魏红颜啊 看来我真得管他叫嫂子了 你小子这张嘴啊 虽然没有你二哥那么火爆 你贼紧了 我当年啊 我也说句大实话 懂海门这小子 你还没事没钻到手里头 他成天顺着赵思琴 你要是不把他拉过来 实早是你的幸福大话 我心里有数 嗯 我心里有法拉不出 你都是不处的 太厉害了 你。。。 不不处得他们 我心里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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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连着 我心里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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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杀了我的伯父 是的 是我杀了他 那是因为他杀了太多中国人 我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我是一路顺着通计你的布告 找过来的 结果一到镇上 就被那个男人宝来了 没想到我们竟然是 以这种方式重逢的 艾文哥 谢谢你救了我 别这么说 我来晚了 让你收我一句对不起 艾文哥 我一直都很想念你 惠子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已经不再是你以前那个海文哥了 关于以前的一切 把它都忘了吧 赵正伟 怎么不进去啊 他们正在气头上 等他们消消气再说吧 小枫 小枫 今天这棍子打在段银掌身上 其实是痛在你哥心里 有空的时候帮我多劝劝他 我知道 其实段佳龙这事做得确实太不对了 该打该罚 我早就看不惯他这点了 对了 被招来那个女的问得怎么样了 他什么都不说 是个哑巴 哑巴 那我们怎么把他送回去啊 把他送到镇上 让他自己回家不就行了吗 这个主意好 走 去我房间给他抱几双被子过来 行 反正我在这儿也帮不上忙 走 爱文科 在日本的时候 我就每天都在憧憬 我们两个的重逢 可是历经贱心万苦 我终于找到了你 我没想到 却得不到了这样的答案 我理解 你恨日本人 可是 我这次来 就是想 要带你去一个 没有硝烟的国家 远离政治 远离战火 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 谢谢你们世外桃源 可是我们的国家 正在受难 我们的人民 正受着煎熬 我们的部队正在浴血奋战 所以对不起 我拒不了 好玩 王雯哥 你原来 从来都不关心正治 是啊 可就现在正常的 却在关心着我们 更在关心着我们国家 黄鹤 在日本的时候 我就听你说过 中国的护身符 然后 我就照你的描述 做了一个 不知道一样不一样 我这个可能做得不好 但是 我逢了两年 每一阵 每一线 都是我对你的祝福 请收下吧 对不起 我不需要 我都不知道 是不是 不是 站着 我 不摧毁一切 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相态 关于这一点 你最好还是回去问你的父亲 惠子儿 别这样 我 我 你 你如果不要 你可以扔了 但是 我必须给你 请收拾 明天 他们就要送你走了 你不能再留在这里 否则我保证不了你的安全 来 那又要他们知道 你这些事 你就遭殃了 我不走 除非 你跟我走 你不是说他是哑巴吗 我知道这是不堪能带我说话的 那我就不再回 你也很无法无事 但你再来的时候 我不说话 你不然对我 你不认为 我 你不认为 你不认为 你自己在习戏 双晒 你不认为 我 有一些呢 脑虎 我们 不认为 你们 我们 这个就是那个黄埔车夫 是这个女孩吗 是她 太阳 就是她 你难确定吗 我确定 这个女孩是坐过我的黄埔车 可可 走到长远镇一半的时候 就被人劫走了 谁被劫走的 我也不知道 帮我太军饶命啊 那里被劫走的 长远镇 花土街 花土街 离戏班没多远 戏班 对 就是给独立团唱戏的那个戏班 我有一种不少的语歌 你看 你怎么了 对 是不是 我 对 我是 我就 这 是 了 你二人 如果这个小鞋穿出去 他就死了 我什么也不说 我不说我保证 如果你要不相信我 你就割了我的舌头 这里边 快 请救你 快 请救你 快点 来 司长 请放心 我一定把惠子小姐找着 送到您家去 这话说得太大了吧 你只管在常元厂当下 司长有人给你送信来 这 海文 喂 郑伟 海文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隐瞒我呀 没有啊 段营长带回来那个女的 你们是不是认识 不 不认识啊 你们之间的谈话我都听到了 郑伟 你放心 我暂时不会告诉别人 但是我也不会放开嘴 海文 你跟我说句实话 他到底是什么人 他是我一个在这儿的朋友 什么朋友 他来中国做什么 他 他父亲来做生意 他就跟着过来了 那他叫什么名字 你不想说 思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女孩 对我们没有危险的 你就放她走吧 对你来说可能只是朋友 可对于我们独立团来说 一个日本人就是潜藏的威胁 你不想说我不勉强 我会请示上级让他们调查清楚 然后再去地方谈 思琴 海文 我知道你对我有所隐瞒 但是你要知道 我必须对独立团负责 什么 董海文和那个女人认识 不仅认识 那女人还送她个护身笔呢 小美 那个女人什么来头 她俩啥关系 这还用问吗 她和赵思琴就已经够难对付了 现在又出了一个日本小妖精 你说这顿海文也真是的 如果让人知道她和日本人的关系 都我们心自都能淹死她 小枫 你说你又要吃醋 又怕那小子吃亏 累不累你 我不累 我乐意你管得着吗 管不着管不着 千金难买我乐意嘛 对不对 就怕呀 你掏心掏肺 最后啊人家 泼你几盆冷水 冷水热水跟你有关系吗 哥 哥 你给我小小办法呀 那你就好好看着她呀 这事可不能胜着啊 东海文她不光对你 你想想看啊 她几次让咱们私立逃生 对咱们大伙都很重要 明白吗